这天我们先就打烤了前段时间很火的豆沙牛乳 我一开始只是想去尝个鲜 没想到清凉节暑超级适合夏天 因为我朋友点的红豆嘛 我就想点个不一样的就点了绿豆 它的质地很浓稠没有颗粒感 像细腻绵密的冰淇淋带着奶香 前一晚我们就商量了好几个小时出去吃什么 但因为最后天太热了懒得走路 就究竟选择了一家以前经常光顾的串串店 两个人狂点一通 他家的人均消费在六七十左右 吃蒜怎么能少了长庄宝 他家的长庄宝是烤的 不是那种蒜 我们点的菜路路续续上来了 这是我朋友点的牛蛙 我一次都没有尝试过牛蛙 虽然很多人都说很好吃嘛 但是我小时候对手挖泪有一个阴影 先把长庄宝给解决了好腾 出位子放其他的菜 豆上牛肉里面还加了珍珠跟小芋圆 跟闷热的夏天绝配 特别是那天搭配串串超级无敌解辣 而且一杯只要12块钱 现在随便一杯奶茶 都要十几二十几 相对难说性价比真的很不错 刚想吃冰粉我们的小酥肉就上来了 我们小酥肉选手 我有觉得他们家小酥肉不好吃 距离我上一次吃这家店已经好几年了 没想到这家店竟然还没有倒闭 这是我朋友刚刚要点的牛肉面 我朋友真的超搞笑 他就是每次吃自助餐都要来一顿面 或者是小馄饨的类型 有一说一他家的小酥肉是真的不好吃 一点吃肉的感觉都没有 就像是很油的炸面粉 还是没人的小土豆跟瓷巴好吃 而且他在瓷巴就跟普通瓷巴也不一样 他的瓷巴是真正的有一粒一粒米的 现在吃的是小毛肚 虽然是毛肚嘛 但其实还是下面的绿豆芽偏多 绿豆芽吃出了吃面的感觉 以前经常公布这家店就是因为这个小土豆 土豆就没有不好吃的做法 我那边收下 我有时间是不让我那桌子碰着 他们那个也是两百多也放不下 台湾有时间说就全都给你们收出来了 知道吧 我们点的串串 桌子上都差一点放不下 事实证明千万不能饿着肚子点灯 他家瓷巴满其乐的就好像真的是那种一粒一粒的糯米组成了 不是那种糯米团子 后来旁边的大桌子终于空出来了 我们就转移了阵地 每次吃火锅或者是麻辣烫的时候就很神奇都会穿白色的衣服 牛肉面里面的牛肉还是蛮多的 不像某拉面店里面的牛肉片 这西满汤汁的油条看着就超级有食欲 他家串串都没有单独点那个菜 来一个小开花城 其实吃这种我更多的还是喜欢烫蔬菜 我第一次吃串串 其实吃的就是这家店 年少无知那个时候 第一次尝试这种类型的菜就觉得超级好吃 而且第一次吃冰粉也是在这一家 就被那个一碗超级无敌朴素的冰粉给烫头了 那个时候不太能吃了 为了解了就都两碗起点 配料也就熟食酒尿原子 就没有现在的冰粉那么的花里不少 而且那个时候穷嘛 一碗冰粉只要三块钱 虽然现在也一样穷 但这几年吃的方面还是没有亏待过自己 毕竟享受美食是有文数不多的快乐之一了 这碗冰粉就跟突然听到 以前一段时间经常单曲循环的音乐一样 当时的情形都一一的会浮现在眼前 然后我们就去打卡的KTV K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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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那个时候的太太堂卖旋风 它就是很普通的奥利亚卖旋风 然后再给了你一包太太堂嘛 怎么又有一种被骗的错觉 我看网上别人弄说这个跳堂奔的电磷盖都掉下来了 我这个就还好跳是跳 但它跳的不怎么活跃 也就唱个鲜嘛不会买第二次 我干嘛 随便找了一个便利店蹭了下位子 说到多乐之日名气最大的就属那个奶油浩椒了吧 但是我就想跟大家说 这奶油泡妇也是完全不说浩椒的 里面奶油真的巨巨巨多 奶油据说是冻枝混合的 但是我吃起来冰冰凉凉的一点都不腻 这么大一个叫11块钱 相对于西数泡妇来说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这一个吃完都一油味 我已经还想再来一个 那个辣的吃了我超口感 然后回家就忍不住吃了一个巧克力味的冻汁 最近好像被冰淇淋给烫了头 超级喜欢吃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克制一点 不到明年夏天 不会再吃任何一个冰淇淋了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掰比 干杯 感谢观看